表单部分,那这个表单当然主要为了就是将来 你要让人家输入的时候,你不希望他 随便输入,来的资料全部乱七八糟 因为像很多 企业 可能不同的分公司各自有 一样的栏位,但是都随便乱输入,那最后的那个人就很倒霉了,为什么要他 资料整合了之后 发现,哇,真的千奇百过,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 所以怎么办呢?你如果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发生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要限制他们,不能够随便乱输入 那不是说以下有档案给你,你就 随便可以输入了,因为变成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把 一些问题解决到,不如呢 你就先把一些规判先限制住了,他就没有办法去做那些事情 那自然而然怎么样,他输入都会是正确 你就可以不用太花时间 去做,怎么样,找出错误的问题 那因为之前也蛮多同学都遇到类似的状况 真的有的时候反而 前置作业很重要,因为你前面如果没有先想好 后面反而会浪费更多时间 因为之前有蛮多同学,像之前有个同学是公卖区 他的经销商至少500家 那他以前是习惯是给是有档 资料回来就乱七八糟的,即便你已经跟他讲了什么 说明文件都有 他们都是还是很随意的 所以后来他用表单规范之后,他发现可以 他少了很多,他发现 这个表单太棒了 为什么他几乎他不用花时间去检查他们的错误了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主要就是一些规范 当然 一般讲起来也叫UI 这个UI就是 就是interface 就是跟使用者沟通的一个桥梁 不过现在除了讲UI之外,又讲UX UX就是 那个 使用者的使用经验 Experience 那也就是说呢,你除了要会有个界面之外 还要 简单 最好跟 App一样 或者跟iPhone那种设计界面 就是尽量不要学习就会了 你不要设计的乱七八糟 设计的很复杂 越简单越好 我发现很多人 怎么越设计越复杂 尽量 真的 你 越复杂 反而会有很多的 问题发生 尽量越简单 就是不用学习也会操作 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使用者界面 不用学习 就会操作,像这个应该都会吧 填一二三四嘛 然后这个黑黑的表示你不要填了 按确定之后就填进去了 那如果有更好的设计方法 你可以再去想想看 那要怎么快速的把这些 这个表单做出来 当然第1个 你要 知道几个概念 我这边有讲到 设计的原则 基本上我的习惯 会先由外而内 从外面设定 再到里面 然后基本上由左到右 先设计这个 再设计这一堆 这样的一个界面就设计出来 快的话真的 三五分钟就设计一个界面 那 当然你第1个你可能要熟悉什么 熟悉那个VBA里面的那个表单设计的界面在哪里 那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我先把它关掉 设计完结果开发人员里面的 Video Basic 这个是设计完的 长这样子 要怎么快速的做 为了不干扰设计 我看我先把那个完成这个先关掉一下 我长得跟你们一样 把它Safe一下 好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从没有开始 那当然你可以参考一下 参考哪里的参考云端上面的画面 反正将来我就希望长这样 里面的质的大小 颜色 那你可以做一些微调 不过你可以把这个当一个 基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由外而内外面的这个就是一个表单 那所以第1个我 先需要按右键 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的 制定表单 OK SafeBiz 第1步请要找到功能 就像我们在写VBA一定要插入一个模组 那你要增加一个表单就要制定表单 这个固定的流程 按右键 制定表单 第1步 第2步的话 这个控制项 请你把我喜欢把他摆右边 上面控制项就是有点像零件 这个就是有点像一个平台 你就把这个零件放上去 就是你将来要长的样子 那 大概 我会先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之后 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 会把那个属性这边 这个属性可以上下调整 你可以调一下调到一个适当位置 不过也有可能有中间 不小心把它关掉没关系 检视里面的有属性视窗 这边可以找出来了 然后我习惯会先把他的表单名称 改一下 名称 他原来叫User Phone 1 不过我习惯把它改成Home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 以后 如果你要把它显示出来 要叫他 就叫Home 如果你没改 他就是User Phone 1 OK Home 如果你要把它启动的话 Home.show 他就show出来了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要去修改几个地方 表单第1个 是他的Name 第2个是他的这个名称 因为这地方的话 我希望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可以跟 这个我们现在完成的画面叫 标准体重计算 好了 类似像这样子 假设我这边要改的话 那个属性叫Caption 所以你可以 在这边改一下 标准体重 计算 这样子 Enter 有没有发现 这上面的话 就被我们改了 所以我改第2个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第1个改内 第2个改Caption 改这个 第3个的话呢 底色我希望把它改成黄色的 比如说你可以参考这边 当然不见得一定要黄色 可是你要改黄色的话怎么改 基本上你可以从那个 这个User Phone的 属性 其实属性 讲白的就是他所有外观的一切状态 有没有里面的话包含什么 底色呢 那你可以 看一下他的 那个Name 其实每一个 其实 就是英文的单字 那你大概就是最好 如果你即便没用过 你大概run一下 里面都有答案 比如说你要 底色的话就是什么 back color 点一下这个箭头 调色盘 选一个 黄色的就好了 OK黄色就搞定 所以基本上 我 把那个外观 做三个地方的设定 一 二 三 三个地方 好 设定完之后外面就OK了 所以外面大概就做三件事 第2个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呢 再来 左 有左到右 所以左到右总共有三 算三 三行 三蓝吧 反正就 三个纵向的 行好了OK 那里面的话呢大概我需要 这个东西 身高体重一直往下 总共有五个 那我要怎么做比较快 我的习惯是先做一个 以他当成是 饭本 其他用复制贴上 改里面的字就好了 不然的话你每次都要设定一次 那 特别注意 请你先找到标签 因为前面是属于标签 那 另外 工具箱也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决定说你表单里面要放什么东西 所以里面基本上常用像标签 像输入文字 像还有什么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应该是这个 combo box 这个清单的话是 就不是下拉 下拉清单 跟清单最大的差别是 下拉清单是点下去才有清单 清单是整个就显示了 其他还有像多选 和选 这个是单选 比较常用大概这些 或者图像 那我们这个地方大概只会用到三个 一个是标签 输入的话是文字方块 确定的话是按钮 所以才三个 不要放错 因为是 同学好像就 放错了 连按钮都找不到 所以他用标签 然后第一个我们用标签 点下去之后拉一下 那上面的名称不对 我要做成像这样子 姓名 底色是 黄色 那怎么做 1 把上面的名称改一下 他的名称属性叫做label 1 所以把它改一下 叫姓名 所以把这个名称打一下 姓名 OK Enter一下 第2步的话 字太小了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找到phone 旁边有一个 非常小的按钮 同学比较容易找不到 这个小按钮 按它一下 字大概把它放大一下 18号字看看 差不多 大小你自己可以调一下 再来颜色的话是fold color 下面这一个 把它改成红色的 OK 那底色的话 如果要改 深红色的 深黄色的话 就是back color 点一下 因为他如果没设定的话 会跟表单一样 所以我把它再设定成深一点的 看起来这样子 那其实你做好一个之后 不过还有一点 我那个 范例里面是 靠左对齐 那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置中对齐 因为 靠左看起来不好看 其实如果你要置中对齐 请你往下找 这边就有个什么呢 Test Elite 这个是什么呢 对齐方式嘛 那你预设是laps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Center不就好了 OK 所以有些没有讲到 不是 不能做啦 只是你可能自己要run一下 因为里面每一个每一个属性都有它的意义 所以如果你要把每一个 这个里面的控制项了解的话 很简单把这里面用 但不见得每一个都会用上 但是至少你可能稍微瞄一下 也许你就找得到答案 那我如果还要做底下 做一个之后 其他的如果要快速做的话 很简单 我习惯用Ctrl鍵按住按拖拉 两个 3个 4个 5个 这样 不过 理论上当然你可能会 假设如果你拉得准OK 可是有时候你拉不准的话可能会这样子 歪歪的 那怎么办呢 你要怎么排整齐很简单 5个一起选取 这样子选取 第1个被选到的一定就逐空下 就以他为准 就他是排头 排头为准 你要怎样 向左对齐好了 就跟那个 小学生 那你就是 以他排头 如果你以他排头的话你就从下往上选他就排头了 如果你要以中间的话我记得按Ctrl鍵吧 按两下 这样就以中间的 这个都是小技巧 书里面好像都没讲到 不过这个因为以前 每天都在做画面的 所以做到已经 都比较熟了都知道功能 OK那我如果以他为基准的话你可以格式 有没有 对齐 主控向的什么呢 左援 全部对齐了 第2个 兼具有没有 像小学生排队手要举高 一样 对 那这里怎么办呢 格式里面的话 什么呢 应该可以猜出了 垂直兼具有没有 设为相等就好了 其他还有什么呢 我想请各位自己玩玩看 因为里面都有答案 调整大小 如果你拉的时候 假设 每个从中间拉 不一样大怎么办 没关系 他可以设为 大 高跟宽一样 甚至你只要调高 只要调宽都可以 这边都有功能 我们把它设为相等 有没有 调整大小 这边 然后 相等就OK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 我把旁边在做 三个 文字 还有一个下拉 还有一个 这个其实也是标签 所以特别是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 这边一样拉一个 但是拉完之后 如果你 他跟他的高度不一样 怎么办 没关系 以他为基准 所以你就从右 从左往右 他就基准 做什么呢 格式 调整大小 高度相同 有没有 不要完全 高度就好了 高度相 但是 他比较高 他现在高度一样 但是他比较 这边比较上面的 没关系 你可以怎么样 应该是什么呢 对齐有没有 主控向的什么呢 上缘 有没有 调一下 这样就OK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会把 不看起来好像没有一样大 没关系 反正 做一个之后的话呢 再往下 Ctrl加按住有没有 两个 三个 那这下面这个的话呢 就是下拉清单 然后呢 再来 在下面这个呢 是 标签 把它改成什么呢 没有 没有Name Name delete掉 跟随一下 跟随一下 不是没有Name 应该是没有 Caption才对 Name一定要留下来 跟随一下 然后呢 底色呢 就是什么 back color 把它改成灰色的 这样子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再增加两个按钮 两个按钮在这里 命令按钮 一个 这个我想请各位自己再参考一下 我们云端上面 确定跟清楚就好 新增跟底下这三个后面再加 那做完之后呢 当然有一些姓名 这个是什么 升高 没关系 你可以在Caption这边 输入升高就好了 把这个名称 再做 置换 有没有 这样子的话 每一个都会长一样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制定那个表单的方式 当然 我想慢慢 第一个也许你要先 熟悉这个环境 记得 比较重要的就是按右键 一定要先制定那个所谓的那个 表单 我把表单做三件事情的变更 再增加 左边的那个 Label 然后 总共有三列 我就分别把它完成 试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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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